美国即将总统大选投票后续对于台湾是否有影响 今天立法院会立委咨询关注此议题 国防会主委刘靖清评估 如果贺锦丽当选延续现任的拜登政策变动不会太大 如果川普当选在关税和半导体上会加速台商从中国转移 原则上川普的当选对我们差异性比较大 我们也看到它整个政策主要是它会对中国加增60%的关税 对一般的国家增加10%的关税 第二个部分在技术的控管 因为这个部分其实对台湾来讲其实是利多以弊的原因 主要是第一个会加速台商移动 第二个事情是我们有这个机会得到更多的取代订单取代 这几年其实中国很多的订单是被取代 那第二个事情是它会做技术的限令 那技术的限令是为了保障美国的利益 那基本上我们会跟着这个技术限令中 我们认为有机会得到好处 如果是贺锦丽当选的 贺锦丽当选跟现在的变动不会太大 我们来评估 我们来评估 我们来评估